上游新闻报道 细节问题引起宋某不满 被殴打近半个小时 断了七根肋骨 经鉴定属于轻伤一级 不过 断了七根肋骨 才轻伤一级 不过 今年5月办案机关决定 对犯罪协议人宋某取保候审 公开资料显示 宋某系上市公司 拓为信息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创始人之一 自2015年 从公司离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不参与公司经营 但目前因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拓为信息公司成立于1996年 于2008年上市 上游新闻记者 从长沙市公安局 宇花分局 梨托派出所办案 民警处了解到 目前宋某涉嫌故意伤害案件 正在侦查中 针对犯罪协议人 针对犯罪协议人宋某采取的 取保候审决定 民警称 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要报市局最终批准 这不是派出所甚至分局能可以决定的 不存在家暴 上游新闻记者致电宋某对方回应 说我没有家暴 我现在不想聊这个事 你想揭露也好 有正当的法律途径 我也没关系 再见 刘女士在一份请求严惩犯罪凶手的报告中称 她与宋某于1990年相识并恋爱 恋爱期间宋某多次无缘无故殴打她 连开局外笑都遭了一顿毒打 经过四年相处 她感觉宋的性格有暴力倾向 于是提出分手 但宋不同意 对她采取了暴力威逼利诱 临结婚前打得更厉害 常常头部被打肿 两个眼睛打雾 迫于无奈之下 她和宋在1993年4月16日 在长沙南区民政局登记结婚 刘女士提到1995年 自己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被打得满头包 在儿子出生后 自己不但要答复家庭的传部琐碎 还要召喊儿子 即使是这样 一句话说不对 就会遭到宋某的拳脚相加 1996年 宋某和她同学一起创办了拓维信息公司 从此再也不回家了 家庭成了她的旅馆 尤其以应酬为由 长期在外 回到家里一不高兴 就暴力相对 每当我被打极了或打狠了 她又转过来对我说好话 承诺不再打我 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再犯 刘女士说 为了躲避家暴 2010年 其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到香港 一待就是11年 直到2020年 她才回长沙 她介绍2022年12月11日 在居住的长沙的家里 因为女儿向其讨教生活细节问题 她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暴跳 用拳头联系 击打我的头部 手部和胸部 然后用脚踹我的胸部 长达半小时 我的头皮当时都出血了 手走好多地方的瘀青 当晚2020时许 刘女士胸部出现剧烈疼痛 在儿子陪动下到医院急诊处 急紧急治疗 经过医生CT检查 其左部头顶头部组织预胀 同时左侧第二 双侧第四五六根肋骨骨折 刘女士说 时至今日 她再也无法忍受宋某的长期暴力 随着子女长大 她也没有了以前的顾忌 因此她下定决心 2022年12月11日 在儿子陪同下前往 梨托派出所进行报案 然后返回医院 入院治疗 12月15日 刘女士出院 医院出院诊断记录显示 脑震荡 左侧第二 双侧第四五六 共计七根肋骨骨骨折 头皮裂伤 多数磋伤 长沙市公安局 宇花公安局分局 梨托派出所委托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法医科做了伤情鉴定 2月28日 宇花公安局向刘女士下发的 鉴定意见通知书 显示 我局指派有官员员对 刘女士人体损伤程度 进行了法医临床鉴定 鉴定意见事 被鉴定人损害程度 评为轻疾医 轻伤医疾 轻伤医疾都肯定坐牢啊 肯定要入检察院 要打裹子 要上法庭了 此后 刘女士向宇花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3月16日 宇花区法院下发民事裁定 禁止被申请人送某 殴打 威胁骚扰跟踪申请人刘女士及其子女 5月9日 宇花公安分局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宋某 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势措施 刘女士说 经过长达4个月的侦查 宋某打她的基本事实都已经清楚了 现在 她威逼其写谅解书 试图逃避法律制裁 一个打人的行凶者 在施暴后 竟然可以洋洋洒洒 离开 时至近半年 因为受到一天的惩罚 6月13日上午 刘女士前往长沙市宇花分局 离头派出所再次请求警方对犯罪协议人宋某进行收押 负负财势财务 负责办理此案的杨警官介绍 警方对犯罪嫌疑人宋某财办理的取保候审决定 基于三点理由 一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为夫妻关系 二犯罪嫌疑人宋某身体有问题 三犯罪嫌疑人系宋某系上市公司创始人之一 杨警官提到目前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要报市局最终批准 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这不是派出所甚至分级能可以决定的 另外一名负责此案的彭警官介绍 拓为信息公司曾向市局去寒 称宋某系公司高管目前负责公司几个重大项目 希望为其取保候审 寒件加盖来了 公商还有法人代表欠字 杨警官提到目前该案还在办理中 上游新闻记者致电宋某 他回应跟你什么关系呢 不存在家暴 对方如果 我现在不想聊这个事 你想揭露也好 有正当的法律途径 我也没关系 再见 上游新闻记者致电拓为信息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对方未接听记者的电话 这样的公司是干什么的 我想可能跟官家又有关系 所以说的有耻无恐 不端你们的范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刚才说的那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 拓为信息股费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 历经26年发展 历经26年发展在北京上海深圳湖南设有分工公司总部在湖南 员工有4000余名 业务涵盖 证起数字化 你看 证起数字化 就是这些个烂玩 智能计算 移动游戏 一个证起数字化 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吧 非常恶劣烈这样的公司都是 恶人公司 对他还不可能